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重大疾病康复的心法 重大疾病康复的心法 这讲的是重要的心法 昨天有跟大家分享 美国苹果电脑的创办人 乔博斯 他如果有学到这个课程 他就不会那么早死亡 我说的是真的 如果他有学到这个课程 他就不会那么早死亡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所发现的地球上最伟大的医生 是大自然 大家都体会 地球上医术最高病 最伟大的医生是大自然 医生束手无策的重大疾病 如果人懂得回归大自然 跟大自然连接 很有可能他就可以活过来 除非他的福报全部都耗尽了 不然的话 人就算他得了重大疾病 如果懂得回归大自然 医生都没办法的 重大疾病回归大自然 或许还能够健康地活过来 活下来 我讲或许就是因为跟个人 他的福报有没有耗尽有关 如果他耗尽了 那他就该离开的时候 这时候 已经算已经太慢了 只要还不是福报完全耗尽之前 他回归大自然 大自然是最伟大的医生 能够帮一个人重大疾病 逐渐康复 我讲的大自然就是 你们现在所在接触 所在沿洗的道 这就是为什么希望大家 进一步去认识道是什么 道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 最重要的源头 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核心 如果你不了解道是什么 你的生命就变成为 福尔无根的生命 福尔无根的生命 你内心不会真正的安心自在 像昨天有跟大家分享 贫穷与富有那个主题 我听说有人会觉得 这个主题太简单了 太浅显了 好像太简单了 有没有人这样的感觉 应该有 如果说这个主题 这个太简单了 里面的每个文字 我们都懂 里面的道理 我们都不难理解 我们都是很有内涵 很有学问 各方面都很有成就的 应该跟我们上一些 比较高深的课程 上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课程 这个你一讲 我们就听懂了 就懂得什么意思了 所以觉得好像 这个课程比较浅显 但是要跟大家 进一步的强调 昨天那个课程 如果你真正听懂 你会真的比贾博师 更富有 你会比乔布师更富有 可是你要能够真正听懂 不容易 你还要下很多功夫 因为后边 讲到最后边有提到 如果你要得到真正的幸福 真正的知足 真正的快乐 你要深入去学习 道德经妙节的课程 因为你要得到 什么是 心灵的财富 心灵的富有 没有那么容易 绝对不是说 听过你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 你就能够做到 不是的 不是的 那些都是头脑之鉴 所以我后边有提到 你要得到真正的知足 真正的幸福快乐 要常学道德经妙节 这个课程 你如果这个课程没有学会 那你所建立的那种价值观 往往就是世间的 一般人所认识共识的 那种财富观 而这种财富观 你会随波逐流 跟一般世间人一样 同样在拼命的奋斗 打拼创立事业 然后不断地扩大 扩大事业 但是你也会在 风风雨雨的世界 大风大浪的世界 不断地操心 提心吊胆 甚至很难真正悠闲的下来 甚至为了经营企业 牺牲的家庭 牺牲的幸福 更严重的 到后面也把最珍贵的生命 拿出来赌博赌注 所以昨天那个课程 那是很重要的课程 表面上 你觉得这些文字不深 对 我就是要用大家 浅显易懂的文字来叙述 但是里面的含义很深 要好好去体会 你才能够知道 什么是 假的富有 什么是真正的富有 这个你要下很多功夫 去参入 你的人生方向感 你才会逐渐调整的 可以说 那些 我们现在社会上 对于金钱的财 对于富有的界定 都是以金钱财富来界定 99.9%的人 几乎都从金钱的 多少来界定财富与否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是虚幻的 这是虚假的 那个不是真正的财富 至于我讲的这一句话 你要能够真正听懂 你也要经历过很多的探讨 摸索体会 有一天你才会真正的体会到 为什么说 那个是虚幻的 那个是世间人在玩游戏的工具 就好像小孩子在玩大富翁游戏 小孩子在玩大富翁游戏 现在这个世界上 大家在追逐的财富 来我讲更高深一点 但是这也是事实 这是大人在玩的大富翁游戏 大人在玩的大富翁游戏 玩一盘游戏之后 好收起来 全部一样 统统归零 有人在玩游戏的过程 他就玩到 后面就假戏真做 现在大人在玩游戏 就变成假戏真做了 然后拿着最珍贵的生命 去挥霍 拿着最珍贵的生命 就好像去赌博 所以昨天那一堂课 你如果能够真正听懂 你的生命 你就会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真的富有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 我们用生命去追逐 去投注的 投入的 你才会知道 如果没有读懂这个课程 没有听懂这个课程 我们生命 我们是拿着生命去赌博 拿着生命去换取那些玻璃珠 拿着生命去换取一些石头 如果你真正听懂 你就会赚到真正生命的财富 你才会来到真正的富有 所以昨天那个主题是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不要小看 有因缘要把那个主题再好好的去体会 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当你了解之后 你才会知道 我的生命 最珍贵的生命 要往哪方面来奉献付出 要往哪方面来调整 你才不会一直随波逐流迷茫的 在世间人的界定的那种价值观 世界里面冲 冲到后面 你就算你冲到事业最高峰 你也很有可能像贾博士这样 或是昨天也有讲过 有些人像在台湾我也看过 一个大财团 在我年轻的时候 那一位人物算是很风光的 也赚很多钱 算是也很富有的人 也当过台湾工商界的领袖人物 后来也开了一家银行 他们的财团自己就开一家银行 但是当他来到八十岁的时候 他一样把他的事业交给他的儿女 他退后面退成为 退为第二线 但是第一线董事长方面的就交给他儿女去承担 但是当他来到八十几岁的时候 确实要进入监狱 而整个家族企业也逐渐的垮下 报纸上面一个标题就是 风光一生回首一长空 报纸的标题就是这样 风光一生回首一长空 他风光的时段 比如说他从四十岁到七十岁之间 是他很风光的时候 政治界 工商界 政治界都是算是很有名的人 可是到后面却是不但财产没了 还负债 银行也是别人 换别人去经营 而且个人还要进入监狱 风光一生回首一长空 所以讲这些 有的人他也许不太喜欢听 他觉得我们是经营企业的 我来这里 我是希望你跟我讲一些怎么样经营企业成功数 怎么让我们赚更多钱 所以一般人所希望听到都是一些素 有关于素方面 今天大家来这里 是要 因为那些素方面这是可有可无 而且素不是很重要 对我们生命真正最重要的是道 这是你用 也就是就像乔布斯 他最欠缺的就是这个 他最欠缺的就是这个 还有包括就像秦始皇 我们昨天有念那个不知足歌 到最后心满意足为天子 最后还想怎么样 渴望万事无始期 就算成为世界最有权力的君王 他最后所欠缺的就是道 他要万事无始期 也就是说穿了就是要找到道 只要他没有找到道 他没办法安心自在的 你成为世界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也是一样 他到最后 他世间什么都有 但是内心里面还是缺了什么 而那个所缺的就是道 成为这个地球上权力最大的君王 最后所缺的还是道 曾准时 成为四汉也是这样 曾准时也是这样 当他成立了 创立了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 但是当他到六十岁的时候 他一样 害怕死亡 害怕死亡 也就是因为内心还是空虚 今天跟大家回馈的这些道 你们这两天来这里学的这些道 是让大家浅尝初步的体会道是什么 道对我们生命的重要 我希望大家重新来认识道 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道是我们每个人生命最重要的元素 你这个元素没有了 你没有体会道 那你的生命 我讲白话一点 就会像行尸走肉 你虽然一直冲冲冲 会工作会冲 但你是你这个生命没有灵魂 当你有了道 你的生命就会真的活过来 也才会真正安心自在 所以这个不是千百万种各种树 所能够比的 所能够换得来的 不是 所以不是一般的树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重视 你们现在的这样一个结所结的这个善缘 这是让大家从这两天里面去逐渐体会到道的重要 先品尝一下 然后大家慢慢的重视到原来道对我们是这么的重要 这是我 攸关我们生命 是要随波逐流 还是真正能够活出生命的喜悦 活出生命的神圣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好 来 我们现在来看 重大疾病康复心法 这里我有整理出十二点 十二点 在原来的 在你们所拿的这一套道德精妙节的课程 视频里面也有讲 但是这里我后来有再做一些调整 有部分 部分有再做一些增检 来 这十二点非常重要 邀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 来 我们现在请大家一条一条的 用心灵来朗诵 因为这些都 我们自己 你学了之后 你当下你本身的可以受益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戚朋友 也都可以受益 好 现在来 邀请大家一起来大声朗诵一遍 前面的阿拉伯数字 数字也一起 练出来 后面的 后面的 上面那一排小字就不用练 就直接练 号续这样下来 好 来 请大家一起来大声朗诵 好 起 重大疾病 康复的心法 1. 向身体道歉 2. 把心量打开 放下主宰 掌控 操心 3. 改掉那些负面的心态 4. 改掉那些不良饮食习惯 5. 生活作息正常 5. 尽量吃自然 有机 5度的食物 6. 河山泉水 7. 新鲜的空气 6. 深入研习道德经 6. 明妙节的课程 7. 掌握心法 7. 多接触大自然 7. 过顺天之道的生活 8. 用自然农法种菜 7. 种树果 7. 多劳动 7. 多接地气 9. 放下自病的观念 7. 起定是天使 7. 再唤醒我们 8. 调整改善身心 10. 日清一煞 8. 多做公义 8. 做第一大人的事 11. 心静的快乐喜悦 8. 自身免疫系统会 8. 逐渐恢复 12. 信任大自然 大自然具有强大的修复力 会帮助我们的身心 逐渐康复 全力有提护在其中 浩然正气 医生的角色与功能 医生可采用这方法 帮助排毒 化开心结 协助免疫功能修复 你们知道我原先的工作是什么吗 我原先的工作就是中医师 是有正式拍照的中医师 因为要成为有正式合格的医生 这个也不容易 但是当我行医10年之后 我就把医生的工作又放下了 本来医生的工作算是收入也算是蛮丰富的 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积累金钱 生命不在于赚取那些腰残万贯的贝壳 积累金钱 以前的衡量就是那个贝壳 我觉得生命是要用来跟众生服务 来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再来 因为我发现 医生所能够做的很有限 你对患者 就算你医术很高明 你能够帮助患者解除一些病痛 但是要知道 没多久或是几年后 这个患者还是一样会死掉 还有医生 医术再高明 本身他一样 迟早会死掉 所以医术方面 我感觉那个都只是在治标 还有 当一个患者来让我们看病治病 你可以把他的疾病治好 但是如果他的心病心态没有改变的话 一样 就好像一个作恶多端的人 你把他的疾病看好了 他又去再去吃喝嫖赌 再继续去作恶多端 他的心态没有改变的话 你把他的疾病治好了 他又依然是如此的习性 没多久又是同样 又是在患病 所以我感觉 很多的疾病 他真正的病因是来自于心态 来自于心理产生疾病 或是观念之间的问题 心态的问题 所以如果治病没有从心灵方面来着手的话 那都只是在治标 所以后来发现 真的一般世俗的医生所能够做得很有限 但他可以赚到很多钱 而我不是要赚众生的钱 而我是希望能够真正帮助众生 身心健康快乐 不想赚众生的钱 又要帮助众生 真正身心健康快乐 所以后面就走上 真正做全人类的 做全中国人的义工 做全人类的义工 然后协助有缘的人 从心态 从心灵 从根本来化解我们身心的疾病痛苦 好 现在 现在我们大家来从头开始来探讨 重大疾病康复的心法 为什么会列出这十几点 因为我们现在就以说 一般人比较畏惧的疾病是什么病 可说可以用癌症来代表 可以用癌症来代表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重大疾病 脑血栓高血压心肌梗塞 要知道 这个跟一个人的 什么有关系 一个是心态有关系 还有生活作息有关系 各种重大疾病 真正医药束手无策的 往往都是跟一个人的心态 还有他的作息有关 所以要知道 身体产生重大疾病 是因为我们错误的认知 我们用很多错误的观念之间 在折磨折腾我们这个身体 大家好体会 我们这个身体 就像一匹牛一匹马 为我们做牛做马几十年 但是我们没有好好地爱护它 我们透支了它 没有好好爱惜我们自己的生命 没有好好爱惜我们自己的身体 或是错误的观念之间 常常爱紧张 爱操心 要知道 多思思考的时候 多思伤疲 愤怒会伤甘 常常郁闷 都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 所以一个多愁善感的人 一个常常忧郁郁闷的人 他的身体的重大疾病 迟早一定会发生的 一个很喜欢愤怒生气 喜欢计较的人 他的身体往往都是会 不是这里生病 就是那里生病 酝酝久之后 重大的疾病就会产生 酝酝越久 他会把身体的免疫系统 破坏得越严重 癌症就是因为 我们严重的伤害 我们自己的身体 他酝酿久了 酝酿久了 慢慢的就产生病变了 而跟身体的免疫系统 功能下降都有关系 所以一个癌症的爆发 要知道 它不是突然的 通常一般来讲 都会经历过 十年的酝酿 十年的折磨 比较严重的话 至少也都要经过 五年以上的酝酿折磨 我们身体本身 都有很强的免疫系统 可是你不断地在摧残它 揉令它 到后面 这个免疫系统 就要 它那个防卫系统 变成崩溃了 崩溃之后 才逐渐的 逐渐的产生 各种重大疾病 所以要知道 大自然给我们的身体 那是都是有免疫力 有自我修复功能系统的 所以要了解 当一个人产生到重大疾病 包括高血压 或是心脏病 都是经过长久 至少五年 通常是十年 这样的折腾折磨 我们自己的身体 到后面 身体的这个保护系统 修复系统呢 免疫系统崩溃了 慢慢地崩溃 所以疾病就陆续地产生 而重大疾病 都跟一个人的免疫系统 被严重破坏有关 像这种免疫系统的破坏 这个不是一般的药物 所能够治疗的 所以医生就会跟你讲 你这个病 这个没办法根治 这个病没办法好 你就只能够长期 有的 又就是要变成长期吃药 长期治药 为什么要长期治药 因为你的观念 脾气习性没有改 所以疾病不会好 你只能够再来对付 对治 对付 但是观念毛病 习气没有改的话 疾病不会好 所以就变成 没办法根治 而严重的话 就是来到 癌症这种情况 医生甚至还告诉患者 剩下多少时间 那都是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 被严重的破坏 所以请大家了解 不管我们个人 或是我们的亲戚朋友 你都可以从中去观察 一个人会产生重大疾病 跟前面所讲的那些都有关 所以要知道 是因为我们没有爱护我们的身体 我们蹂躏糟蹋我们的身体 我们身体要休息的时候 我们没有让它休息 我们的肝脏明明 它有它的负荷量 但是我们都一直让它超窄 加上 在商业 这种商业的接洽生意情况 又要常常要喝酒 喝酒又是常常在 为了面子的问题又在拼酒 像这样的话 要知道 我们都是一次一次的 在伤害我们自己的肝脏 所以就容易导致肝硬化 肝癌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一点 身体产生重大疾病 是因为我们错误的 对待我们的身体 没有好好爱护 我们虐待了它 虐待我们自己的身体 所以如果你疾病要好 很重要一个关键 要先向我们的身体道歉 那你不要想说 我自己怎么还要跟自己道歉 要知道 来我们每个人生命分成两大部分 一般人认知的是肉体的这个部分 物质 而忽略了心灵 这个领域 我们的生命是由心灵 无形的心灵 跟有形的肉体组合起来的 而你这个生命的主帅 是心灵 肉体它是被你心灵所用的一个工具 肉体是个载体 真正君王是你的心灵 你的心想要向东 你这个肉体这一匹马 它就承载着你向东 你要奔跑 所以你的意念 你这个君王统帅下令 我现在要跑步 那你这个肉体 它就被你这个君王所用跑步 谁要知道 肉体是听从你这个心 所以我们的心态 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知见 不正确的话 我们就会糟蹋它 蹂躏它 责备它 惩罚它 或是 就是 亏待它 所以它久了 它忍耐久了 到后面没办法 所以它就陆续产生各种疾病出来 所以 当我们身体有重大疾病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向身体来道歉 因为 我们身体的 心脏 肝脏 脾脏 要知道 它都是个有机生病体 就比如说 一个家庭 我们这个大家庭 由15个人组合起来的这个大家庭 以前的乡下的这个大家庭都是这样 都是一二十个人一个家庭 组合起来一个大家庭 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 你外表看起来就是一个肉体 但是要知道 心脏 它就是一个生命体 肝脏是一个生命体 各种内脏器官 本身它都是一个生命体 心脏 它会不会听命你的大脑命令 会不会 会不会 认为说心脏听命于你大脑命令的请举手 我跟大家讲 心脏它是属于自主神经系统 它不是听命你的大脑下命令 不是说你要它跳它就跳 要它不跳它就不跳 这样知道吗 所以是它自己在感知 在决定 包括肝脏 它要化解那些毒素 要分泌什么胆汁 要我们内部要分泌什么腺素 要知道都不是你的意识在命令 所能够操控的 它有自主神经系统 所以身体里面有很多的众生器官 大家组合起来分工合作 分工合作得好 你的身体生命才会健康 所以比如说如果一个人 他觉得他心脏不舒服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生命的心脏 这个众生 他在抗议 他在跟我们抗议 跟我们提出警告 希望我们不要再蹂躏他 不要再让他过度操劳 该休息 该好好爱护他 所以大家先了解这样一个观念 你才会 比如说你有胃病 这是因为我们亏待了我们的胃 这个众生 该向他道歉 你好好地跟他道歉 跟他沟通 这个胃他就会渐渐地改善 你如果说有人 比如说有会腺癌 或是乳癌 或是子宫癌 一样 就是这个部分的器官 众生他受苦 受到长期的折磨 包括会腺癌方面的 跟一个人长期的压力 有关系 操心压力 有关系 他呼吸都没办法 真正很舒服的 舒畅的呼吸 长久的压抵 折磨 或是抗力 压力 沉重 都有关系 好 所以 当身体重大疾病的时候 记得 我们要先跟他道歉 还有 多跟身体 这些生病的地方 我们 除了跟他道歉之外 我们跟他讲 我爱你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我又不是疯子 有时候就要像疯子 要感性一点 真的 身体有病痛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当作 就好像我们身体里面 这个众生 他在跟我们提出警告 他已经受到很多的委屈了 我们要向他道歉 你跟他道歉之后 真的你身体的疾病 就会有逐渐的好转 再 第二 把心量打开 放下主宰掌控操心 越会操心的人 他的身体就越不好 越容易愤怒生气的人 他的疾病就会越多 一个人越是心量大 然后都是很随和 心量大 又乐善好施 像这样的人 他身体就会越健康 所以要知道 重大疾病跟一个人的 如果你心量越狭窄 你的疾病发生率就会越高 而且越早 因为心量狭窄 就会看这个不惯 看那个不惯 什么事情都要挑剔 什么事情 不满他意的时候 就愤怒生气 但是要知道 这些都是在惩罚 我们自己的身体 所以当我们有重大疾病的时候 真的要回来反观自己 你会看到 原来我们爱生气 爱操心 所以把心量打开 放下那些主宰掌控 掌控操心 说起来容易 但是你要做到这些 不是很容易 所以后边就有提到 要把道德经庙节这个课程 多看几遍 你才会掌握到那些心法 你才会知道说 怎么样把心量打开 所以中间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要你对道德经庙节这个课程 你越深入去体会之后 你就会越安心 也会越开心 以前 面对同样的事情会跟人家计较 或是会启撑 会愤怒 会生气 当你学习的这种高等的智慧 你心量打开之后 你就觉得 那个没什么 我们要懂得尊重别人 所以你这种愤怒生气的情况 就会大大减少 还有改掉那些负便的心态思维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很多人 它习性一产生 就是为那些负便的心态 负便的思维 这个要好好去体会 当我们起那些负便心态的时候 包括在那里耍心机 起那些不好的那种心态 要知道首先都 首先伤害的是谁 是自己 所以那些负便的心态 因为它就是负便的能量 你去称恨别人 嫉妒别人 勾心斗角 会去伤害别人 但是在伤害别人之前 都会先伤害自己 那个都是一种毒素 所以要把这些逐渐的进化掉 第四就是改掉那些不良饮食习惯 生活作息正常 慢慢的回归顺天之道的这种生活作息 因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身体 它都有它该工作 该休息的时候 该休息的时候 我们要让它充分的休息 虽然有时候你没有按照那个时间来 但是你也要 就变成就是往后 但是你要让它 一样要得到充分的休息 包括饮食习惯 还有跟大家建议 我们一般在商业场合方面 都常常会什么应酬 喝酒 我希望大家不要有那种 拼酒的那一种风气 拼酒方面 表面上好像很豪爽 很怎么样 很讲义气 很够意识 但是要知道 你这种爱面子的情况 豪爽的情况 我们的肝脏 它是要承受更多更多的工作 而且那些酒 如果你喝过量之后 那些酒精就是变成为毒素 而这些毒素都要靠肝脏来解毒 它要日夜加班加工来化解那些毒素 好了 你一次两次 它还可以 一年两年它还可以忍受 久了之后 它就透支了 透支了之后 就形成肝病了 肝硬化 肝癌 所以 常常酗酒的人 他的身体一定不会好到哪里 因为酒精 你喝多了 它就变成一种毒素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 不管是在做生意方面 商业场合 或是在家里节庆 大家再喝酒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从那种 从拼酒干杯的这种情况 来到我们品尝酒 记得我以前有看过一个资料 外国人 欧美的人 他看中国人在喝酒 都把酒当作水在喝 然后他们觉得 事实上很多类酒 或是很多高级的酒 那个不是要你量多 是要慢慢品尝的 大家学会用品酒的方式 意识到这样就好 不要喝太多 喝多真的 一方面 那个酒的味道 香味 你没有真正的品尝到 第二个 喝多了 对身体真的是一种伤害 好 再 第五 尽量吃自然有机无毒的食物 喝三泉水 吸新鲜的空气 我们一般人的饮食里面 你要知道 农产品 你要吃到无毒的东西 农不容易 不容易了 水果各方面 包括各种饮食里面 都含有很多的添加剂 而这些添加剂 包括有的还添加那些激素进去 对我们生命 对我们身体而言 那都是会形成严重的负担 所以希望大家 真的 尽量吃健康无毒的农产品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倡导 用自然农法来经营生态村 就是要回归生产出 真正健康无毒的农产品 还有大自然给我们的 都是清净的三泉水 还有清净的空气 一个身体有重大疾病的人 他很需要 不要再给身体毒素了 毒素有分两大类 一种是心灵的毒素 前面几点就是 我们要把心灵的毒素 逐渐的去除掉 后面就是肉体 物质上的毒素 这个也要 也要尽量避免 尽量避免 要双管齐下 再来 心法 你真正要能够来到 把那些心灵的毒素去除 外面的 前面这个物质 饮食方面的清净 这个还比较容易 心灵毒素要去除 没有那么容易 再来 你要掌握到进一步 后面还有跟天地 大自然的连接 处处都需要 我们要懂得心法 所以第六点就是 深入沿袭 道德经庙节课程 掌握到这些心法 你掌握到这些心法之后 一方面 你才不会恐慌 你才会对自己的生命 真正爱护自己的生命 然后又懂得跟天地来连接 你会对天地大自然 有更多的信心 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你借助不到 这个大自然的力量的 所以第七 就是多接触大自然 过顺天之道的生活 多接触大自然 过顺天之道的生活 你慢慢的就会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放松 越来越快乐 在第八点 这个是有是更好 没有的话就是还可以 但是这一种 如果能够用自然农法来种菜 也就是不要再接触那些农药 化肥杀草剂 用自然农法来种菜 种蔬果多劳动多接地气 本来你有钱是可以买 但是如果一个人有重大疾病 他不是躺在床上 是要多接近大自然 然后透过跟土地 跟大自然的接触 然后种一些健康 没有荣药的荣产品 你在耕种的过程 你的身心也就会越来越快乐 你有在劳动 有在接触大自然 你的免疫力才会逐渐 逐渐比较快速的康复 然后加上你又种的 又是没有荣药的 所以你又可以吃到健康的食物 这个是身心同时在运动 也朝向健康方向发展 多接地气 很重要 在第九 放下致病的观念 疾病是天使 在唤醒我们调整改善身心 一般人一听到什么疾病 就是变成当作是仇敌敌人 要赶快拿枪把他打死 很多致病的观念是这样 所以开刀的观念也都是一样 认为那是敌人 要赶快把他去除掉 但是要知道 重大疾病都是因为 我们前面所叙述的 错误的观念之间 还有折腾我们的身体 所导致的 所以这些重大疾病要知道 它是天使 它是在告诉我们 你几十年来 没有善待这个身体 你常常亏待折腾蹂躏 所以疾病它是一种 在发出警报信号 告诉我们 如果再不改变的话 这个身体会垮掉 再不改变的话 再不改善的话 这个就会有更多重大的疾病 到后面 你再不改变身体 它就变成死亡 所以要知道 疾病它是天使 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可能哪里 观念之间错误了 心态错误了 我们没有善待 我们的作息不正常 常常日夜颠倒 喝过量的酒 在折腾身体 或是常常在那里 郁闷 多愁 善感 嫉妒心 那个都会让我们的 场位的消化功能 大打折扣 久了之后就会生病 所以疾病就是在告诉我们 它是天使 在唤醒我们 要调整 要改善 再来第十 日行一善 多做公益 做利益他人的事情 这个善事不限大 或是小 也不限说 一定要拿钱 多少钱 不在于这里 日行一善 最主要是我们的心态 我们要有那一种 就是常常行善 来利益众生 你有这种行善之心 而且你也实际 点点滴滴在做 包括我们讲话 对别人的祝福 以前尖酸刻薄 讲话一开口 常常就是 在伤别人 我们现在把它转换过来 去多祝福别人 多感恩别人 多爱护别人 你这样的话 你的心就会越来越开心 越快乐 那你又多做公益 除了你的心 开心快乐之外 一方面 你也逐渐在行善积德 所以你整个的身体 各方面 就会越来越好 第十一是 心境的快乐喜悦 自身免疫系统 会逐渐恢复 很多人 没有检查癌症之前 还过得 算是还蛮正常 只是会有一些病痛 当他被医生通知 你已经有癌症的 这个情况了 而且几期了 他马上就好像 整个天都崩塌下来 结果呢 很多人就很快的 就死掉了 病急乱投医 赶快赶快 结果没多久就死掉了 因为 当检查出疾病之后 就开始 好像天塌下来 然后忧愁 紧张 要知道 你又给这个身体 增加更多的毒素 但是一个人 你得了 如果说 我们自己 或是我们的亲戚 你得了重病 你说不担心 那好像也不切实际 不太正常 如果 我们在 有身体 有身心 有重大疾病 情况之下 你好好的 学习了 道德经妙节 这个课程 你的心境 就会逐渐的快乐起来 你的心量会打开 你也渐渐喜欢大自然 因为你知道 原来大自然 是我们大家的母亲 我们以前就像 叛逆的小孩子 一直在 判离 逃离这个家庭 逃离父母亲的怀抱 天地父母的怀抱 当有一天 我们体会到 原来天地父母 这是 天地 大自然 是我们大家的父母 我们的衣食父母 当你越深入了解之后 你就会回归大自然 信任大自然 所以你内心 就会越来越安心 越快乐 加上我们 又在行善不失 行善积德 那我们又愿意 来改变我们那些 不良的作息 习气 习性 所以你的心境各方面 它就会逐渐的 调整改变 你的心境 就会越来越快乐 来 好体会 心境的快乐 它才能够 真正让我们 自身的免疫系统 逐渐的康复 一个人的疾病 一定要来到自身免疫系统 逐渐修复 重大疾病 才会修复 如果你的自身免疫系统 没有逐渐康复起来 疾病是不会好的 它只会逐渐的迈向死亡 所以我们回归大自然 要知道 回归大自然 也是透过大自然的力量 透过大自然的这种 无形的这种治疗能力 还有跟大自然的接触 让我们的身心 逐渐越来越快乐 大自然的分多精 大自然的体肤 在帮我们身体疗伤止痛 而这个过程 很重要的就是 你的心越来越快乐 你的自身免疫系统 逐渐逐渐的康复过来 你自身的免疫系统 逐渐康复起来 各种疾病才会逐渐的 逐渐的消失 包括癌细胞也是一样 它是需要靠你自身的 免疫系统逐渐恢复 强大起来之后 癌细胞它就自然 逐渐的缩小缩小 到后边消失 所以这是一个 很重要关键 一个人如果他没有 求生的意愿 他对生命 他想要放弃他的生命 他不想活 他不珍惜自己的生命 像这样的人 他就很快会死掉 一个人如果他珍惜他的生命 有强烈的求生意愿 他愿意 他有强烈求生意愿的话 他就愿意改变自己 愿意来爱惜自己的生命 当你的心态 你是要珍惜生命 希望能够好好地把生命 活得健康快乐 活出生命的意义 你的心 你的这样的魄力决心 会让你的生命 好 逐渐地又活起来 活过来 自身免疫系统 它才会逐渐地康复 康复之后 各种疾病 才会逐渐地消除 不是用药物去灭它 是自身免疫系统康复 各种疾病就逐渐修复 就逐渐消除 而在这个过程 第十二 信任大自然 大自然具有强大的修复力 会帮助我们的身心 逐渐地康复 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 要透过大自然的修复力 所以请大家了解一点 我前面一开始就有讲过 大自然才是最高屏的医生 才是最伟大的医生 为什么我要把 我原先的医生的工作 要放下 因为我体会到 我对比于大自然的 医疗能力 我这个算是很小 而且只能够治标 大自然的医疗能力 才是真正的强大 而且才能够真正从根本 所以请大家好 好好的把道德精妙节的课程 下功夫认真去学习 你对你个人的身心 对家庭 对你的事业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信任大自然 大自然具有强大的修复力 会帮助我们的身心 逐渐地康复 好 就算要修行的人 你要来到真正的 大安心大自在 也是一样 最后就是要来到 了解大自然 信任大自然 你的整个生命 才会来到真正的 安心自在 好 下面我有提到 天地有体肤在其中 浩然正气 你表面上 你看不到 你感受不到 但是这些都是真实的存在 跟宗教信仰无关 它是真实的存在 有的人他 感觉比较敏锐的 他就可以感受到 像那些炼气功的人 他就要吸收 天地的体肤 天地的能量 浩然正气 这个都不是 不是那些 弹空缩选 不是那些 梦幻泡影 不是的 它是真实的存在 你们好好学习道德经 你就知道 原来现象界的一切 都是来自于空无 空无里面 它就是具有 能量 不只是能量 它比能量 比科学界 所理解的能量 还更奥妙 更奥妙 它具有各种创造力 创造因子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 多认识大自然 你才会得到 开启生命 无尽的保障 你才会成为真正的富有的人 而医生的角色与功能 医生可采用些方法 帮助排毒 化开心结 协助免疫功能修复 医生真正要做的 是这方面的工作 好 好 原始道德经 对重大疾病康复 有益助吗 有 绝对有 不只了我们的身体 更重要 了我们的心灵 好 因为时间关系 还有这些珍贵的内容 在课程里面会有 你们好好的下功夫去挖宝 就可以得到 人真的要反扑归真 作为真诚真心的真人 实实在在的真人 希望大家好好的 能够真的浸泡在道德经的世界里面 你智慧也会越开启 生命各方面都会越来越成长 祝福大家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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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